父皇,看你踩自行车肯定都累了,喝杯酒好好休息一下吧 果然,长大一岁就不一样哦,懂事了 这是什么酒,为何味道如此奇怪 这是新罗那边进贡来的酒,可能与我们大唐的酒不一样吧 智奴,你这逆子在胡闹什么,这不会是你的尿吧 陛下,怎么了,您说什么尿呢 观音币,你不知道,这根本就不是酒,而是智奴这个小子的尿 什么,居然是智奴的尿 智奴,你这次确实太过分了,怎么能这般整骨你的父皇呢 哼,智奴,朕今日要好好地惩罚你 因为你今日做了大逆不道的事情,所以朕要罚你将这胡鸟全部给喝掉 啊,留了,留了,留了 想跑,没门 父皇,父皇,孩儿知错了,你快停下,有事情怎么好商量吗 二毛不是不想反抗,而是项羽之力有时候会失礼 呵呵,朕可不认为你会认错 朕这次还就非要你将这胡鸟给全部喝完,朕很清楚 只有让你喝了这胡鸟,你才会真正的长记性 啊,陛下,你就饶智奴这一次吧 观音毕,这件事情你不要管,朕今日心意已决 必须要让智奴,这个混小子喝掉这一酒壶的尿 父皇,父皇,你先别急,你只要不要让孩儿喝尿 孩儿就替你想出一个办法,绝对能使大唐变得更加繁荣昌盛 哼,朕现在什么都不想管,就只想为你把这一壶尿给喝下去 李世民,你这家伙就是个傻逼吧,还是一个极为恶毒的人 我可是你的亲生儿子,你就这样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吗 父皇,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就饶恕过我这一次吧 孩儿真的有非常好的办法,可以让大唐变得繁荣昌盛 您就听孩儿这一次吧,孩儿绝对不会欺骗你的 再说了,父皇你的终极目的,不就是成为千古一帝吗 如今,我的计策,可是足以让你成为千古一帝的 只如,你这次确定没有欺骗朕吗 父皇,我可是你的亲儿子啊,亲儿子怎么会欺骗你呢 您就相信我这一次 行吧,那朕就先放过你,你说吧,到底有何办法 可以使我大唐变得繁荣昌盛,我没将阵给说动 那么这一壶尿还是会喂给你的 父皇,如今我大唐骑兵已经变得极为骁勇善战 甚至将东突厥都给铲除掉了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面对西突厥,薛颜陀,亦或者是高高离这些国家士兵的时候,我们大唐的骑兵还是显得有些弱 的确如此,但是智奴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智奴,西突厥,薛颜陀他们都生活在草原之上 草原之上遍地都是战马,他们的战马自然极为骁勇善战 他们的骑兵自然比我大唐骑兵要厉害不少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吗 对,你母后说的很对,这些都是一些常识性的问题 所以,你说这些东西又有什么用呢 父皇,你别急呀 儿臣这里倒是有个极好的办法 可以让我大唐唐军的骑术变得极为强悍 智奴,你既然有好的办法,你就赶紧说田来 否则,这一壶尿,朕还是会背进你的嘴巴里面 父皇,醋鞠,你知道吗 我们可以在全军推广醋鞠 当然了,这会是改良版的醋鞠 左右个布置两个门洞,双方人数相当 然后都是骑着马用棍棒击打球 将球击到门洞之中 就算胜利,我们完全可以将这项运动给推广开来 先是在军队之中推广 随后在平民之中推广 如此一来,我大唐很快就有一批非常高超的骑兵了 父皇,如此一来 我们就可以锻炼骑兵们的骑术和体力 同时两队之间互相竞争 可不能完全平靠蛮力 还需要各种阵法的演化 如此一来,就使得他们对于古代的各种兵法 阵法都有了相对应的了解 哇,哇,哇,不得了,不得了 芷奴这个办法确实非常好 将极为普通的醋狙游戏居然给搞成一项运动 还可以锻炼骑兵们的骑术 父皇,醋狙这项运动已经和你说过了 你可得提上日程 尽快在军队之中就推广开来 足球从大唐抓起 评论区的帅哥 应该就可以看到国足世界杯了吧 芷奴,你放心好了 醋狙这项运动可以提高我大唐唐军的骑术本领 朕自然会放在心上的 芷奴,你刚才说可以让朕成为千古一帝 但朕觉得单单是醋狙这一项运动 只可以让我唐军的骑术变得更为高超 却无法让朕成为千古一帝 不过呢,朕也不会怪罪于你的 毕竟你的年纪还实在是太小了 父皇,既然如此 那么儿臣就再给你出一个主意吧 刚才出的主意是提高我大唐骑兵的骑术 现在提的主意则是发明出一项工具 可以保护大唐战马的马蹄 保护马蹄?马蹄怎么进行保护? 难道说让战马少跑一些路吗? 哈哈笑死 父皇,这下你不知道了吧 你求一求儿臣 儿臣若是心情好便告知给你 你是不是又想喝尿了? 别别别,开个玩笑吗 那么认真干嘛 想要保护好马蹄 骑时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打造出马蹄铁就可以了 除了保护好战马的马蹄 还需要保护好骑在战马身上的骑兵 所以可以打造出马蹄铁 马蹄铁?马蹄这两项东西都是什么样? 智奴,你可得给朕好说一说 来,上纸笔 这就是马蹄铁和马鞍嘛 看上去似乎确实破为了的 这马蹄铁就是安置在战马的马蹄之上的 而马鞍则是安置在马背之上 有了这两样东西 我大唐骑兵骑着战马冲锋时就将更有避意 甚至能使得他们的战力直接提升速成 李军县 末将赞 李军县,你去找皇宫之内 将记忆最高超的工匠找来 让他们连夜将马蹄铁和马鞍都给朕打造出来 昨日朕做了一个梦 梦到了秦皇汉 所以朕觉得朕未来也必定能够成为千古一帝 陛下,未来定然可以成为千古一帝 居然做出了这样的梦 看来未来定然是我大唐明君 陛下如今都已经将东突厥给彻底铲除了 沿江的百姓们也终于能安宁下来了 陛下的功绩比秦皇汉武可要伟大多了 一顿马屁拍下来 李世民都忘记自己是谁 陛下,您现在居然说你以后要成为千古一帝 这不是在吹牛逼吗 您如今做出了何等功绩啊 就想要和秦皇汉武比上一比了 陛下,你想要成为千古一帝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必须得为大唐,得为百姓做出一些事情 而现在的你根本就配不上千古一帝这个称号 伟章,你何时才能放过朕啊 这大喷子真想一刀把他过了喂狗 陛下,既然您觉得您是千古一帝 那您倒是拿出证据啊 你为我大唐没有做出过任何突出的贡献 又何以被后世尊称为千古一帝呢 李君县将马蹄铁和马鞍给呈上来吧 陛下,这是什么 诸位臣子们,你们多看一看这是马蹄铁和马鞍 这两样东西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是和战马有关系吗 可明,你说的都没有错 马蹄铁和马鞍确实是和战马有关系的 马蹄铁就是保护战马的马蹄 而马鞍则是保护战马的马背 同时,马鞍也能保护骑兵的安全 走走走,正带你们到外面去看看装备好的马 不得了不得了 两样东西相结合之后,自然可以使我 大唐骑兵的战力提升五成左右 陛下,这两样东西都是您亲自打造出来的吗 那您也实在是太厉害了 魏征匹夫,你现在还有何话可说 如今陛下发明创造出了马蹄铁和马鞍 这两样东西将彻底改变骑兵时代 难道说有了这两样东西 陛下还称不上千古一帝吗 陛下,微臣错了 您不愧是千古一帝 天佑我大疼,天佑我大疼啊 好啊,好啊 朕终于得到了你未争的认可 这可比母猪上述还难呀 智奴这次真是让朕在大喷子面前 彻彻底底扬眉吐气了 陛下不好了 嗯 嗯